范例2呢 这一个是一个特殊的关系式 那也许考试的时候会考吧 这只不过是把重力 重力加速度呢 用星球的半径R 还有 星球的半径R 然后还有平均的密度 还有重力长数来表示 那么 重力加速度和重力长其实是 一样的 那我们这个东西我们之后 再用另外一个影片来讲 我们先接受这个结果 重力长 强度 其实就是 重力加速度的大小 重力长强度的 那 重力长强度的 式子 在重力长的简介以及上一题 我们已经 知道了 它其实就是 大 大 乘上 重力长的来源 大M 再除以R平方 这就是 大M 在 R处 产生的重力长 那么 那么今天我们的目标是把 密度 放进来这个式子里面 那密度的定义呢 就是 单位体积 所拥有的质量 那就是 质量去除以体积 体积 那反过来说你可以把体 体把质量看成是 密度乘于体积 那今天的代号呢 是质量是大M 密度是 Row 那个奇怪的符号是 希腊字母Row 那体积可以用 3分之4 PiR 三次方 这是球的体积 所以我们的目标就只不过是把 上面的这个大M呢 用底下的这个替换掉而已 好那我们就来把它替换掉 所以重力长强度就会是大G 乘上Row 乘于3分之4 PiR三次方 底下呢 这个R 这个R现在是 表面的 是星球表面 所以 星球表面我们的R 就带入 星球的半径 那你就会发现 这个三次方跟这个平方就是消去 所以最后结果是 3分之4 PiR 再去乘上 GRow 所以答案就是 3分之4 PiR GR 那这有什么用呢 你自己去算算看范例 底下的类体 马上练习 因为星球的密度啊 还有 重力长数以及这个P 是 就是 应该说通常 星球 通常这个 星球密度题目会给 然后 题目会给 这两个是可以 变化的 可是这个Pi和这个G 是不变的 对不对 因为重力长数它是 它是一个 定值啊 那Pi也是定值啊 所以最后的结果 你就可以发现说 你就可以发现说 重力长的强度呢 它其实就是正比于 密度乘以 星球半径 这就是 星球表面的重力长强度 它会遵循的式子 在表面的哦 才会是乘上 这个 星球的半径 所以答案就这样子推出来了 那自己去算算看马上练习 你就知道 为什么我们要推这一题 我 你怎么看 你我 感谢观看